全油管最快新闻,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,今年前9个月中国吸引外资规模虽有下降,但仍保持近10年高水平,特别是新设外资企业数快速增长。 商务部将采取多项措施,包括放宽外资市场准入,强化支持政策,打造投资中国品牌,推进开放平台建设,以及加强外资企业服务保障。 这些举措旨在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外商投资中的吸引力和竞争力,使得更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,并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服务,促进外资企业的发展和留存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